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报道与分析节目 今天 我们将深入探讨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北京早晨 中美两国军事外交的重要时刻 张又霞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的会面 这次会议不仅引起了媒体的高度关注 更揭示了红二代地位的稳固 以及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自信 张又霞的微笑 这位副主席在与沙利文握手时展现出的友好姿态 背后却隐藏着更深层的政治意义 作为中国军队的核心人物 张又霞的笑容似乎在向外界宣告他的影响力不容小觑 尤其是在当前的军方高层动荡之际 与沙利文的会谈中 他们达成了重要的共识 促进两军在战区层面的对话 以避免未来的冲突 然而 这一切的背后 是张又霞面对的复杂内部压力 以及习近平对军队的绝对控制 张又霞的家族背景和他在军中的经历 使他在这场政治博弈中具有独特的优势 但同时也面临着不小的挑战 总的来说 更是中美两国在军事外交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这次会议的结果 可能会对未来的国际局势产生深远的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日经作者钟泽克斯的文章 分析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霞 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会面的意义 军队人员 尤其是那些效忠于中国共产党 并宣示绝对忠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通常在公开场合 表现出一副面无表情 甚至皱眉的样子 然而张又霞上将在周四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在北京的八一大楼会面时 表现得完全不同 这位中国军队的高级将领 在与沙利文握手开始会谈时 面对国内外的媒体 尤其是美国的镜头 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这一场景确实令人惊讶 因为张又霞 不仅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两位副主席之一 也是中国最高军事机关的成员之一 直接负责监督解放军 此外 他还是中国共产党强大的政治局成员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沙利文在整个会谈过程中 始终没有微笑 沙利文上周二开始了对中国为期三天的访问 期间与多位中国高级官员会谈 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专题和最高外交官网易 然而沙利文与张又霞的会面最引人注目 因为这是八年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与中国军方高级将领之间的首次全面对话 虽然习近平作为军委主席 是中国军队的最高指挥官 但一旦战争爆发 张又霞将是负责地面部队的将领 直接下达军事命令 张又霞的微笑不仅仅是向美国表示友好的姿态 明显暗示了中国在军事外交和周边国内政治局势上的重大变化 这一军事外交的变化 体现在时隔近十年后 中国最高军委领导层重回与美国国防官员的对话桌 而不是被视为级别较低的国防部长 这一点对沙利文来说具有重大意义 因为军委作为中国军事和安全情报的顶级机构 在国家安全顾问访问中比最近常见的外交和国防部官员安排更为重要 上一次中国高级军官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会面 是在2016年 当时军委副主席范长龙会见了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 这发生在奥巴马总统任内 此前几年的类似对话每年都有举行 虽然2018年 范长龙的继任者许其亮与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会谈 但更多是礼节性的 与范长龙和赖斯之间的会面在实质上有所不同 张又霞在中国军方高层中的地位并非偶然 习近平的父亲习近平与张又霞的父亲张宗逊 同为陕西省出生的亲密盟友 年轻时曾在共产党西北局共事 张宗逊曾得到毛泽东的信任 并最终晋升为上将 张又霞追随父亲的脚步同样晋升为上将 他和习近平都属于典型的红二代 及革命时期党领导人的后代 张又霞还参与了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的中越战争等冲突 积累了一些实战经验 尽管习近平与张又霞有家族渊源 但习近平希望在中国外交 尤其是军事事务上亲自掌舵 他反复要求军队对党中央的绝对忠诚 实际上是对他个人的忠诚 近年来习近平将军队外交前沿 推向权力较小的国防部长 这些国防部长在军委中只是普通成员 不能自主发表对外言论 他们在对待习近平时 必须表现出高度的政治服从 这往往导致了中国被称为战狼外交的强硬态度 美国抱怨国防部长之间会谈空对空 所以一再要求安排与北京高级军官的对话 张又霞在与沙利文的会谈中 简短的开场白中表示 你提出与我见面 表明你重视军事安全和两军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 张又霞敢于间接肯定 与向沙利文这样的美国高级官员 进行对话的重要性 虽然拜登专题将在明年1月卸任 但沙利文此次访华的隐藏议程 是为拜登和习近平安排一次面对面的会谈 如果现任美国副总统哈里斯 赢得11月的总统大选 那么与中央军委的联系将更加重要 在会谈中 沙利文与张又霞同意安排美中两军 在战区司令部层级之间举行对话 这对于避免意外冲突非常重要 然而 除了军事外交的变化 张又霞的笑容 还表明了国内局势的变化 今年6月 中国前国防部长和中央军委成员李尚福 因习近平的反腐败运动而被免职 李尚福的继任者董军 是一名海军军官 被认为比李尚福更接近习近平 尽管董军去年12月担任国防部长 但令人费解的是 在今年7月的中共中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 董军没有被提升为军委成员 在李尚福被清除后 军委游之前的7名成员 简直6名 李尚福职位的空缺至今未被填补 导致国防部长在政府和党内的地位下降 李尚福的腐败指控 自然也让外界关注到了 其他军委高层成员 包括张又霞 李尚福曾接替张又霞 担任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 随后在张又霞的推荐下 成为国防部长 在李尚福去年消失于公众视野后 张又霞也减少了公开露面 这引发了外界对张又霞处境的广泛猜测 那么为什么张又霞在镜头前 露出了如此灿烂的笑容 表面上看 这是一种对美国的善意表达 但张又霞可能还有其他动机 即通过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全面付出 打破关于自己处境的各种谣言 这也是只有像他这样有影响力的红二代 才能做到的 鉴于当前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形势 习近平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 尊重红二代的地位 因为他们在军队内拥有强大的影响力 这也是为什么 尽管张又霞年事已高 习近平仍将他视为军队的支柱 最终沙利文的中国之行 不应仅通过言辞来分析 张又霞意外的笑容 为我们提供了许多 关于北京近期政治权利平衡变化的线索 关于作者中泽克斯 是日经驻东京的资深编辑间撰稿人 他曾在中国担任记者 并在后来担任日经驻中国的分社社长 他曾在2014年获得沃恩上田国际新闻奖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 张又霞的微笑不仅代表了礼貌 更是政治智慧的体现 首先我们要明白 笑里藏刀这个词源与左传 这次张又霞的笑容正是在传递一个信息 红二代的地位不可动摇 作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他的笑容背后代表着中国军方 对国际事务的掌控和对国内局势的自信 这一微笑不仅传递了和平意愿 也展示了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的自信和掌控力 楚天书拜托 别把一个微笑说得这么神秘 张又霞的笑 说白了可能只是因为沙利文的领带颜色选得不错 你说红二代地位不可动摇 这不就是在说我爸是李刚的高级版吗 历史上多少红二代最后还不是被拉下马 看看苏联的赫鲁晓夫 他是斯大林的得意门生 结果呢 所以说张又霞一个笑容就能代表红二代地位稳固 未免有点太夸张了吧 谢其其 你说的赫鲁晓夫确实是个好例子 但别忘了 赫鲁晓夫最后的下台是因为他过度激进 而张又霞不是 张又霞身经百战 甚至参与过中越战争 这足以证明他的军事才能 再说 习近平与张宗逊的关系 简直就是现代版的桃源三结义 这种深厚的家族关系在中国政治中是无价的 所以他的微笑不仅代表了个人情绪 更是对复杂局势的自信和掌控 哦 楚天书 别再拿中越战争说事了 赫鲁晓夫也在二战中可是立下了汉马功劳 最后还不是被赶下了台 至于你说的桃源三结义 可别忘了 三国里刘被死后 他的儿子刘善 可是个扶不起的阿斗啊 再说 习近平要求军队对党中央绝对忠诚 这不正说明他对军队内部的不信任吗 所以张又霞的微笑 说不定只是他在向外界表明 我还在这儿 别担心 但这并不能代表他的地位 就稳如泰山 好吧 谢七七 你爱拿阿斗说事 我也不拦你 但别忘了 历史总是会有例外 张又霞的微笑 不仅是对外界的镇定计 更是对内的稳定器 不妨看看数据 中美两军的对话频率 在张又霞的任期内有显著提升 这是他在国际事务上影响力的体现 而且你说的党中央 绝对忠诚是对个人的忠诚 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屡见不鲜 像汉武帝时期的或许并不也是这样吗 所以张又霞的微笑 确实是红二代地位不可动摇的象征 楚天书 看到你这么积极引用历史典故 我真替你的历史老师感到骄傲 但你说的获去病 别忘了 他可是死得早啊 再说 中美两军对话频率提升 这更像是全球局势逼迫的结果 而不是张又霞一个人的功劳 你看 国际形势这么复杂 谁都不敢掉以轻心 张又霞的微笑 说不定只是他在对沙利文表示 我们可以合作 但我可不会吃亏 所以 这个微笑再怎么解读 也不过是个外交手段 跟红二代地位稳固 没有半毛钱关系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 让您拥有145种语言能力的新时代 在这个不可思议的新时代 语言不再是障碍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隆重推出 这项由欧洲 美洲 亚洲的顶尖科技 语言和媒体专家 合作开发的创新技术 现已开放使用 该系统能够克隆您的声音 并将文字转换为语音 使您能够掌握 多达145种语言和方言 为您的生活和工作 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革命性的多语言能力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的最大亮点 在于其广泛的语言覆盖范围 无论是商务会议 国际交流 教育培训 还是日常沟通 这项技术都能让用户 在全球范围内自由交流 只需几分钟 用户便可轻松克隆自己的AI声音 体验从未有过的 多语言沟通能力 简单便捷的使用体验 使用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 非常简单 无需任何专业设备 也不需要学习复杂的技术知识 用户只需进行简单的操作 即可完成声音克隆过程 并将其应用于各种场景 无论您身处何地 都能通过这项技术 突破语言障碍 实现高效沟通 广泛的应用场景 这项技术的应用范围广泛 从商业到教育 从媒体到娱乐 都能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企业来说 这意味着可以更好地 与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沟通 对于教育机构 这可以帮助学生 更好地学习多种语言 对于媒体和娱乐行业 这将带来全新的内容创作方式 立即体验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 现已上线 欢迎访问以下链接进行体验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 HTTPS 六度WorldTTS 立即登陆 体验这项改变未来的创新技术 让您的声音在全球范围内响起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镇 为了 预计